童诗绘本目旅背 小四生 原召唤学生梦 端端几句童诗 看了却让人玩耳一笑 一旁还有搭配主题 所画下的可爱插图 一手创作出这些 充满童趣的各式插图 看短诗的作者 竟然是个小学生 就读杨明山国小 自年级的温宇谦 孝顺又懂事的他 希望愁到去新加坡 当召唤学生的旅背 又不想给爸妈带来负担 他决定靠自己的力量 开始创作绘本筹钱 爸爸看到我的同事之后 就以为了说 这样子不错 我们可以自己误刷 然后来把它卖出书 这半年来 他每天写完功课后 就开始画图 甚至为了画图 他常常熬夜到凌晨 还不能睡 那写完功课再画插图 大概多晚要忙到多久 才能睡觉 有时候可能会到 11 12点就画很久 那画到这么晚的话 白天能够起床吗 还是得起床 在爸妈的鼓励下 才终于在上个月 完成这本同事会书 宇谦的同事会书 第一刷才印了500本 但预购量就超过了800本 让他既高兴又感动 看到女儿一度因感搞累哭 宇谦爸爸相当心疼 有一两次他也是 我根本还没讲话 他就准备要哭了 宇谦爸爸笑说 希望这次创作绘本 也能让女儿学到 永不放弃的毅力 动新闻给你一个赞 过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